游客拖着行李箱 戴着帽子 做好防晒措施 码头涌入满满的人潮 这里是屏东东港的登船处 大家准备畅游小琉球 台中 这个行程多久以前规划的 三月 小琉球玩几天 三天两月 三天两月 这个行程是多久前计划的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那时候会不会不好定 那时候还好 为了消化排队的人龙 航班业者夹开船只 预计每20分钟就会有一班 暑假周末第一天 所以大家都是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出来玩 然后我们预估流量就会 人潮会比较多 然后大概目前会有 近万人登岛 镜头往北部一转到彰化 炎炎夏日 怎么能少了玩水活动 民众穿好救声音 手拿奖板 小朋友也一同参与 云林啊 是提早报名 我们的节目当中 怎么会想说带小朋友来 还是怎么样 之前有机会 我觉得这里好像很好玩的 专画的庆安水乐园 29号第一天开放 一路能玩到七月底 民众抢在暑假的第一天 前来玩水 再往北部走知名景点 新儿童乐园 小小水乐园 同样开放的第一天 尽管高温日晒 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暑假的第一天 全台各处涌路游客 不过气象鼠29号发布 16县市的高温特报 最高恐怕飙到38度 出门在外 民众也要慎防重暑 多补充水分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